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深读分析 随着新年的到来 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月1号开始生效 有望取消15个成员国超90%的贸易关税 对此美国有舆认为这无疑会影响美国的亚太布局 危及美国在太平洋的经济掌控权 今天我们在深读分析的这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志工撰写的 中国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没像苏联东欧那样自甘投降 一位北大教授的思考 指出当前流行于全球话语中的贸易与人权议题 折射出中美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秩序构想 作者分析了美国如何在二战后塑造了以第一代自由人权理论为体 以第二代平等人权理论为用的隐蔽的世界帝国体系 并且从美国的贸易策略切入 进一步解读美国如何通过人权话语的交替使用来建构世界经贸体系 美国经过利用两次世界大战推动自身 继承了大英帝国的世界帝国的一波 并将其推进到无形帝国的新阶段 二战后形成的政治领域中的联合国体系和经济领域中的 布伦顿森林体系是这两代人权理论的产物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中 美国的公司资本主义通过跨国公司整合全球商业网络 形成更强的经济垄断和技术垄断 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成为了美国构建世界帝国中 两股既敌对又配合的力量 而美国之所以能在其中自由切换 就在于它拥有超越国际法的绝对主权 可以将其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受惠于此 美国获得了整个世界的资源和市场 建立起自由贸易的世界帝国 美国一直清楚大英帝国霸权的秘密 在于科技推动的制造业崛起 为此美国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带入GATT谈判 使其成为发展中国家都认可的国际法 明确将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定义为不公平贸易 为了进一步宣传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 知识经济概念被媒体大肆宣扬 知识产权因此成为了一种新型人权 但美国的生物制药基因等领域的寡头公司 已经垄断了各种专利技术 以至于传统农业中的种植养植 都处在这些跨国寡头的控制之下 资本主义进入新的阶段 由苹果这样的信息寡头 辉瑞这样的医药寡头 以及孟山都这样的生物寡头 控制抽象知识产权的信息资本主义时代 已经来临 这些控制了知识和信息的跨国公司向用户收租 就像控制了土地的中世纪的封建地主 向电农收租一样 作者认为 与苏联东欧失败转型不同 中国转型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没有一种投降姿态彻底抛弃第二代人权理论 而是形成了以第二代人权理论为体 第一代人权理论为用的新模式 与亚当斯密士的英国模式 前苏联代表的斯大林模式 在两种人权理论之间保持平衡的欧盟模式 自由为体与平衡平等为用的美国模式 等前四种模式不同 中国崛起恰恰是在第二代人权理论的基础上 通过国际社会协商对话和区域整合 解决世界帝国衰败带来的治理难题 推动下一波全球化 共建天下一家 共享天下大通 近代以来 在西方发展出来的两种人权理论 始终处在紧张的斗争之中 而中国实践正探索探寻 让两种人权理论 形成完美结合的发展道路 这不仅源于对中国人权事业 获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更重要的在于 源于寻求中道的中国智慧 在中国文明的传统中 人权最终服从于天道秩序 唯有在天道秩序中 每一种人权理论所保护的权力 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并未自身划定边界 在中国 两种人权理论 完全可以在特定的时事下交替使用 因时事而变化 克服西方原教旨主义在内的 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 让市场与政府 资本与人民完美的结合起来 共同服务建构中国秩序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感谢收看今天的深读分析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